这周,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 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 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在紫云自治县麻山乡, 一只古老的苗族人以史诗亚鲁王作为心灵的寄托。 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 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 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读大人不在意,别在地上,别在地上,别在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每一代亚鲁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 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 于是亚鲁王这个故事他就会不停地生长 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 听说亚鲁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五十多个小时 他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 但是语言还是得由这些东郎的语言来组合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亚鲁的时候都还会不断地把这个故事往下续下去 亚鲁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 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极端话 我还是不能说万千的理解他 南朝我们的妙法来讲的就是 笔高牛笔高那笔牛那类笔鲁牛不破 那这一段他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 不是一层不变的 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黄鲁 黄鲁里面的进化以后叫笔高 笔鲁牛不破呢 那么笔鲁那么就是野生动物 那就是国际讲的液流了吧 液流的慢慢慢慢的进化 进化为现代的加流 说明了社会在发展 事物在变化 羊羊都在变化 包括人也在来 咱们这些东郎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 我们前后整理了三年 这还只是一个县的 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700多目 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 是我在读大写一年级拜的第一个师傅 学传家老王是吧 对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 就得成他的史诗谷歌入手 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 第一个就是拜扬在华 他就开始教我了 这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 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 在整个麻山地区啊 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 像他一样的 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什么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 别人来了但唱不全 你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对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 对自己家负责 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地送到老祖先 那里去 在麻山 当整本亚鲁王唱起 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 在苗族人心中 死亡并不是结束 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西部苗族 苗人死亡的时候 把王林称为王 王是三横一树 这个人当他完成了 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 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 刚好完成了一个三横一树的创业 成一个王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 对于苗人来说 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对 所以在苗族社区 在苗族地区 是生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之分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 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 创世 迁徙和回归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也是对于一个具体的 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 最初它是在上界灵魂在那里 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 来到这个世间 在他的一生里面 要无尽地迁徙漂泊 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 再回到上界 整部亚鲁王史诗 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 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 你就会明白 生命原来是怎么回事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 作为一个整体历程的 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 它的所有的历程的 象征性的表达 解除你的 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 口述是 是自己民族 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 一个记忆的证实 口头传承的记忆 它是那个时代 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 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 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请不启动 成了一个主流的 一个情络 其实团普人后来 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暗运八千里星月可追》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 还有一个鳥望口 它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值班室 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 一个是金 一个是王 一个是羊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 牵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对 这是我们的本寨的主巷道 都是S型的 你看这个S型巷道 我们贴着墙走 每天都可以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泥就出来了 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 屯普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 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们 耕独传家一直影响到屯普人的这样一种生活 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那么整个屯普期的其实人们的生活 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 那也是很普遍的 像那些城镇的功能 一开始还是一个金氏的功能 到最后呢 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 清过到民国的时候 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 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 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 就出来了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 就是这个民事做法 像这种弯工柱啊 本身材料是弯的 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 来支撑整个建筑 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工柱的概念 来做了这个弯工梁 形成这个弯工的这样一个桥 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一起来 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 这样一种结合 这就是我们修山里面讲的 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 这样一个修山里面 应该是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 有钱人的第二居所 所以这里是屯集粮草财富的商屯 这个云山工匠队呢 从2015年开始呢 持续有八年的时间一直在搞 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 是不断地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 因为这种手艺啊 不用就荒废了 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 还是在那儿学的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十四岁就跟我父亲 也是做到现在 咱们这边这些技术跟六百多年前变化大吗 在历史的浮沉中 屯普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 也固执地延传着中原的文化 记忆和习俗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 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 浮沉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 这种群体它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 所以它一方面对那个主体文化会有一种希望 但同时又因为它被这个主体文化 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 于是它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 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 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会跟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 更加开放的事业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 才有可能诞生 就是说生态智慧 生存智慧 其他少数民族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 五千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 社会怎么样形成 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台看藤普的时候 那就是六百多年嘛 那包括文明不上山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 那整个西兰地域什么文明不上山 同步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 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 那今天我们看了 ni这些 Points 我们知道大家 明明不上山范 以后期质店 你们还是好 什么 我们 wicht想要 是大家 转 Action 感谢 同优优 hairstyle 唆 说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建国》之后的铁路建设 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年建设 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 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 天气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我是五八年三月份到达贵州 那个时候贵人还不通火车 我记得跟我一样做一生的就是我妈 从给别人一家借了一件衣服给我 穿上去当就走了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 集中经历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三线建设 而作为先岛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 其中贵坤铁路的关键性工程 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当时流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梅渡 贵坤线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1966年5月就了 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对 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枕木是这种水泥的吗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枕 我才工作的时候才逐步逐步地换了混凝土枕的 像这个枕木就是70年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得子 北洋真定外面吃个吃草的 这个不同整个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 对 这差了30年了 对 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古教多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 打这个隧道的时候难度太大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纯肺病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个地方有21位西省的战士 最年轻的只有19岁 最大的只有27岁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桂坤铁路的咽喉地段 使梅花山成为连接颠前川三地的交通枢铁 这是我们铁路人带着川下的单军 咱们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的 今天3月份退休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 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吗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 您一直工作这么多点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以前整个威力县 人民吃了两次 都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 再用器材运到威力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吧 20个小时要有300多的 还是相当繁忙的 主要就是资源 运出这个煤炭出品 刚才这些出品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弹笔啊 这是平常的老百姓用力 吧 XD 扬唯一 是 是 你 就 买的 是 很 你 有 来到贵州 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带了一本小书 当时参与修建了成坤铁路 在成坤线上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83年出版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 坐车调研彩风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 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 从望远镜中远眺 连接这两座城市的成坤铁路 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 从云贵高原西部 抛制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 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是的 就非常朴实 其实铁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 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 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 而是跟山去打交道 然后这边的山体 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 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 刚刚向我们看梅花山隧道 很艰难地去打出来 铁路工人的付出 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 潘枝花的矿 六盘水的煤 钟摆式运输 于是一座十里钢城 在深山中横空出世 五十多年中 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 起到重要作用 也在新史其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炼 这边这个一号高炉啊 那是一九六六年 当时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 从鞍钢拆了以后 火车的运过来 又开始组装起来 大概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一九七零年十月一号吧 我记得是投产的 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 那是一号高炉的主体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这叫爬山烟囱 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 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 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不让敌人破坏 万一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 那么沿山爬上去 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 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 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 对对对 所有水钢的这个所有的厂 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 一号烟囱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什么 历史一记了 现在这是炼钢的炼钢暖炉 我们已经来到了钢县区 高楼那个出来铁水机运到这边 然后往里面倒进去 对 它倒进去的时候 还挺像放烟花的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建那种做法 水钢作为从66年建厂 它的钢厂的变化 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 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 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 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 这一类的用钢 基本上这市场还是有的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 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 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我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 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 问他还看不看得出 这个车站以前的样子 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那完全认不出来了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这有一些老照片 这个是最早的时候 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 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 然后红砖房 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 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 其实当时是有一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 他们可能在五十年代末 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 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 更大的叫基柱处这样的队伍呢 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 一个是上海 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 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 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 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 它的工业化进程 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 按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 判断标准之一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交出来的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 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 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 几百万工人 干部 知识分子和军人 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 在新时代 当人们心怀相愁 却难觅童年家园 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棲居地 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 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谢谢哦 你爸爸 2008年 一个叫元鸾的广东青年 走进雷山县 丹江镇 乌东村 决意在这里安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T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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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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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